古装传奇剧《心寒灿烂》由吴磊和赵鲁兹主演 吴磊展现少年英雄将气 man wage爆棚 网友直呼是他演艺生涯最帅角色 一场吴磊快马加鞭就在路上遇袭的赵鲁兹 在女方要遇刺时他一挥大长毛吊倒汉子 一把搂住赵鲁兹 一句别怕我来了 英雄旧气行径甩云剧迷 吴磊温柔行径不仅如此 既然赵鲁兹不为血腥自告奋勇要帮忙疗伤 他便主动留下 只因他的后视胸膛也被剑给射穿了 他裸着上身 赵鲁兹灵机一动又项链闲线 试图将他胸膛的箭头给扯出 两人脸对着脸靠得超近 即使女方害怕地撇过头 吴磊仍抓住他的手让他完成 箭头拔出来时赵鲁兹问他疼吗 但吴磊迷迷已留了一头大汗 脸色都发白 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问女主 你手疼吗 男男取动已经看出他对赵鲁兹的真情 吴磊在剧中 自从赵鲁兹大一灭亲暗中协助他调查 就逐渐在意着这个激紧 灵敏又做事大胆的女孩 但两人之间的情愫却杀出成咬金 发电击赵鲁兹遭剧中另一要角 猛丢直求告白 甚至不惜为了他毁婚追爱 虽然赵鲁兹眉头紧皱 但经过对方长时间的陪伴 甚至认为只有他跟我提亲 如果还挑三拣四再找野男 因而接受对方的爱意私下互定终身 然而他母亲得知两人相处情形 发现女儿根本对对方毫无爱意 坚决退回这门婚事 但他竟已披向大红嫁一准备嫁人了 开虐的是他与吴磊见面说出 你是你我是我 今日应就是你我最后一次见面 剧情准备虐心 让剧迷狂敲碗后续 直呼一天两集看不够啊 此外赵鲁兹演出心汉灿烂诞生出不少搞笑表情包 不但双眼黑青鼻孔流血 让他都在微博自嘲自己应该被称为成少商 因为商商加商 而另一场与吴磊一同骑马的戏 他在马上大吼等一下等一下 表情相当痛苦猙獰 甚至直接嚎啕大哭 原来赵鲁兹不知道已经开拍 突然向前狂奔让他以为马疯了 让背后的吴磊赶紧用卫生纸帮他擦泪 可靠地说我怎么可能让马疯呢 导演一连蒙后才恍然大悟 我以为是戏呢 特别真实 两人不仅在戏中默契十足 抓带拍也很有一手 当时吴磊和赵鲁兹拍摄一场两人共起一匹马的浪漫戏份 赵鲁兹一身红衣打扮 吴磊坐起身后把肩靠于赵鲁兹肩膀 两人深夜奔驰树林里 好一副绝美画面 谁能想到在此绝美画面背后 竟是吴磊带着赵鲁兹一起抓带拍 据那位带拍所描述 吴磊发现带拍后骑着马就来到带拍身后 气场十分强大 还说吴磊是第一个出来找我们躲在哪儿的明星 身边就带着两个小助理 场面更滑稽的是 带拍见状都快晕死了 赵鲁兹还觉得挺好玩 搞笑女士捶了 随后吴磊赵鲁兹骑马找带拍的画面流出 赵鲁兹被吴磊圈在怀中不知所措 吴磊则很是淡定一边观望 一边拿出手上的激光笔扫射 吴磊道具可真是准备的齐全 这也不是吴磊第一次在片场发现带拍了 在拍戏期间 吴磊身穿将军装扮骑马 骑在马背上向后仰超级微风凛凛 随后吴磊不经意间一瞥 看到带拍后十分震惊 眼睛睁大欲言又止 手还折着镜头 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不过这一笑仿佛又回到了孩童年龄 接着他笑着招手引来工作人员 告知工作人员自己发现了带拍 如果此时不是在拍摄中 恐怕吴磊又该起码抓带拍了 不少网友得知后调侃道 吴磊年度最经验打工人必须榜上有名 磊磊掏出了激光剑 原来吴磊不只是个搞笑男 还是个实际经验的打工人 不光要拍戏还要抓带拍 这不禁让人想到之前 诚意片场拍戏劝架事件 当时带拍和剧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路过的诚意一边赶场一边拉架 粉丝纷纷留言称诚意为热心市民 如今在拍戏现场 带拍越发猖狂 剧组也想方设法抵制带拍 胡耀小红娘剧组 为了不给带拍任何偷拍机会 在剧组官宣前将保密工作做到底 开拍之后还定制防带拍伞 再伞上映带拍退退退等字样 两位主演都这么优秀 主演的行举行喊灿烂自然也不差 不仅好评不断连观众和剧粉 还有演员们都在先催更 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得不说这一波互动很精彩 随着剧情的不断更新 故事情节更加精彩 剧粉们都在催更 作为主演的赵露丝也在催更的路上坚持不懈 剧粉发文提问 承哨商可以让俄家更吗 随后赵露丝现身评论区 一句正在编辑消息安记表现出她的态度 赵露丝作为该剧的主演之一 真的是很积极地在宣传这部剧 能经常看到她现身评论区 在自己的微博宣传这部剧 从直言片语中可以看出 对于这部剧她本人也非常喜欢 赵露丝不仅能在剧中和大家频频互动 剧外也是 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 赵露丝现身云南西双百纳的照片 并且称和赵露丝擦肩而过 网友本人还不太敢相信 特意去查了赵露丝的IP地址 展示是云南 这才确定确实是赵露丝本人 网友晒出的照片中 赵露丝身穿黑色短袖 搭配牛仔短裤非常休闲随意 而且还胯着小包包戴着墨镜 非常有出去游玩的随意感 令人惊喜的是 赵露丝这次还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出街 而且小车还是粉色 很适合赵露丝这样可爱的女孩子 而且她不止自己骑 后面还载着自己的好朋友 赵露丝被路人认出来后 很多人纷纷拿起手机 拍赵露丝被传到网上 网上有好多赵露丝的照片流传 甚至还被新闻报道 赵露丝去一趟云南玩 可真是轰动啊 顺便也给西双版纳 做了很好的旅游宣传 还有别的路人上传的赵露丝视频当中 完全验证了什么是射牛 赵露丝听到路边有人喊他 他就直接对着路人镜头互动 可真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比起那些明星人脸不搭拎的 赵露丝亲切太多了 难怪这么受大家喜欢 不得不敢叹一句 赵露丝真的太接地气了 而且和路人互动之后 小表情超级可爱 亲切的让人感觉 就像是邻居家小妹妹 这样真是接地气的赵露丝太全粉了 期待赵露丝旅行结束后 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